目前的情況是有點敏感 而且也很複雜 主要的是明天 這個薛曼就到了天津 到中國大陸去了 然後後天禮拜一也還在 然後再離開 這樣的一個行程 但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先從你剛剛談到的 這個美日韓來談起 薛曼先到日本去 然後舉行了三個國家的 這個副外長的會談 那會談的目的當然 一方面是朝鮮的問題 二方面就是要確定三個國家 共同對於中國大陸的立場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美國 日本 韓國 三國的新聞 都不一樣 各方解讀都不一樣 在日本來說的話 他們的聯合記者會裡面 日本人說 這個美日韓達成一致的共識 就是要共同抗中 這個是日本的媒體 是這麼的講的 韓國的媒體不是這樣講 韓國的媒體說這個美日韓 他們的聯合記者會裡面 談到中國問題的時候 韓國的副外長都不說話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那是你美日兩個人 自己說我韓國 講好的我沒有認同 對我沒有認同 所以韓國的這個副外長 從來不肯一聲 那就代表這個韓國的立場 跟美國日本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要有這樣的一個講法 那是你家的事 但是我韓國 並沒有跟你們玩在一起 重點就在於 韓國目前跟日本的關係 非常的緊張 那美國的任務 是要把韓國跟日本拉在一起 很顯然的沒有拉成功 你想想看這個會談發生 同時也是在奧運的時候 也在發生 然後您剛剛談到了 文在寅被日本的公使羞辱 日本要求要 韓國要求要撤換這個公使 日本並沒有同意要撤換這個公使 而且他說還在研究 對 日本要不要道歉的問題 這是態度就很明確 對也就是說 他並沒有認為到嚴重要撤換他 一個國家的元首被 他國被日本派出在韓國的公使 直接羞辱 羞辱的時候 日本政府 韓國要求日本政府要交代 要處理 那日本政府並沒有要處理 這樣的情形 韓國的副外長到日本去 是不是就是應美國的要求 而不是應日本的要求 那也就是說是美國要求 你要這樣做的 所以他不得不去 不得不去 因為薛曼說我下一站 就要到日本 到韓國來 那如果你不來的話 那他如果不去你韓國 那這個美韓的關係 是不是也會產生一些變化 所以你就禮貌上你也來 來了以後 談完了以後 禮貌上你們談你們的 但是韓國人並沒有說 我要跟你日本 跟美國要站在一起 所以在記者會裡面 韓國的副外長就都完全不回應 有關於他們要聯合抗中的問題 所以你看 日本的媒體就要把他們寫在一起 但是韓國的媒體就說沒有在一起 那各位觀眾朋友 您就可以知道外交的微妙跟複雜性了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薛曼他在這一次的日本行跟韓國行裡面 沒有辦法達到他要的目的 就是我們要分析的第一點 第二點呢 為什麼是薛曼離開了美國 然後他原來公布的行程中 是先到日本 18號 日本 韓國 蒙古 然後接著就沒有了 就沒有 對 然後他就一直強調 他25號 26號的行程是開放的 一直在強調他是開放的 我時間留下來留給誰啊 對 一直在強調 所以他連出發的時候到 出發前到出發都一直在強調 我後面的時間是開放 而在這個之前的時候 美國還透過歐美的媒體 放風給這個中國的媒體 然後說 而且中國媒體是選在香港 然後一直在強調說 薛曼要到北京去訪問 可是當記者問了趙立堅 問了中國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他說你去問他們 我不知道這件事啊 自己在那邊放風 自己在那邊丟消息 自己說要來北京 然後自己說要來呢 見誰呢 就客人說要來 但是我主人 我主人沒有答應 主人沒有邀請 主人都沒有邀請 好 現在已經可以確定了 就是要去了 對 那什麼時候被宣布呢 那也就在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四晚上的時候 上個禮拜四晚上的時候 這個美國的國務院 突然間由他主動 不是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美國的國務院主動宣布 薛曼要到 不是北京 是天津 然後去見 中國大陸外交排名第五的 對 謝峰 好 那這個敏感性的 問題就出在哪裡 原來就是美國的薛曼 因為他是在美國的國務院裡面 他排名第二名 第一名就布林肯 國務卿 所以他是 第二把手 第二把手的常務副國務卿 是第二把手 第二把手他希望能夠對等的 跟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的第二把手 就是越育城 管綜合業務的 對 越育城 能夠直接碰頭 大陸根本不想見 因為之前 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一直要見 中國大陸的 第二 軍事方面的第二號的人物 許其亮 許其亮 中國大陸也不理他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薛曼一直要見 大陸根本不想見 不想見的情形下 到最後 退而求其事 就見了第五號的人物 那不是降格了嗎 二降五 二降五嘛 降格了這第一個 第二個 薛曼本身一直要到巴黎 要到北京去 北京 對 對不起 最後是到天津 好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動作 你就可以看出來 現在變成是有點像美國 要求見中國 對 已經營造成這個氣氛了 當營造成美國 要求見中國的時候 美國怎麼樣把老臉擺下來 那當然又要裝得很強大量 我們要告訴你 什麼叫做實力講話 對不對 我們要告訴你 什麼叫實力講話 那北京外交部的發言人 直接告訴你說 在你的阿拉斯加安克爾 安克爾治的時候 我就不吃你這套了 到天津來還會吃你這套 我還吃啊 那你不是笑死人了 講完了以後 第二天就公佈了 美國七位重量級的人士 被中國大陸制裁 包括前商務部的部長羅斯 以及現任的中美的很多重量級的 比參議員的地位還高的 很多人 七個人全部被中國大陸制裁 這個制裁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制裁代表 這七位人士啊 大陸 香港 澳門都不能去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們所服務的公司 因為他們離開政治以後 可能到私人的企業 他們所服務的公司或是智庫 中國大陸的所有的民間政府的企業 都不能跟他們來往 所以他們等於是斷了 這個他們能夠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或是賺錢的所有的路 好 那重點就在於 全世界五百大的企業 都到中國大陸去投資做生意 中國大陸的外貿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名的 美國只佔中國大陸的外貿 就大陸的外貿 美國只佔的份額以前是15% 現在跌到只佔12% 11%左右 也就是說美國的份額越來越小 因為中國大陸對美國的生意是越做越小 他可以跟其他人做生意了 他跟別人做的生意都超過美國 所以美國的影響力越來越低的情形下 美國的這麼大的企業 包括特斯拉 蘋果 微軟 他們全部都到中國大陸做生意 華爾街有多少銀行都跟大陸做生意 你想想看 這一些公司誰敢聘這七個人 對 聘了我的生意就沒了 那這樣的情形像 明天要會談了 還談嗎 沒有明天要會談了 對對對還要談嗎 然後美國說我要用實力來跟你講話 我要告訴你什麼叫做負責任的大國關係 然後中國大陸砰一下子 七個重要的美國的政界人士 跟你實施制裁 美國人就說我不會怕 我不會怕 但是你能怎麼樣 好 其實美國真的怕了 我告訴你 美國真的怕的是什麼 因為 美國在薛曼出去之前 先做了一件事 對於新疆的所有的產品都要制裁 美國現在最擔心的就是 中國大陸選在什麼時間 對於美國民主黨的關鍵州 因為明年美國的其中檢舉要來了 眾議院跟參議院要改選 美國只要參議院 民主黨只要在參議院調一席 民主黨就剖腳 拜登立刻剖腳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您想想看 中國大陸如果選擇美國的關鍵州 對於他的所有的州實施跟新疆對等的制裁 那這個州美國民主黨怎麼選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美國不是在這個薛曼出來之前 也宣布了對於14家中國大陸的企業 跟5家軍工企業實施制裁嗎 沒錯 其實他現在最擔心的就是 中國大陸的名單 現在在擬定中 擬定出來了以後 一丟出來 如果那一些企業是關係到 美國拜登的金主 民主黨的金主 那這個選舉怎麼選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美國人來講 其實他是提心吊膽的 提心吊膽的 所以薛曼要去跟中國大陸談 其實大陸也要知道 你的罩門在哪裡 而且事實上他知道 中國大陸還沒出手 還有很多牌可以打